我们继续看第31章电感 前面我们有讲到LC震荡 等一下会再稍微把LC震荡跟减斜震荡之间做个比较 接下来我们就会讲实际的电路 实际的电路不可能是理想的LC 没有电阻 所以我们会再加上电阻 教大家怎么样去计算 如果加上电阻以后 它会有就形成所谓的像减斜运动里面加上一个阻力 它会有一个叫做damped oscillation 所以我们会简单的计算一下 它可能会有不同的状况 比如说这个overdamped oscillation 或underdamped oscillation之类的 不同的这个行为表现出来 好那LC震荡 我们刚刚讲到说它跟减斜震荡一样 那我们也提到说这Q就好像什么 就好像你的这个木块 在右边这是一个木块 木块它的什么 它的位移 位移X 好所以呢 这Q跟X有关 那Q对时间变化 就是变成这个电流 电荷随时间在跑的话 电荷在跑变成电流 那它就跟这个木块 的位置水时间变化 变成速度概念上是一样 那另外我们前面也 也比对一些参数 比如说这L跟质量是一样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说 它的动作 比如说你一开始的 时间为0的时候 假设电荷怎样是 最大的电荷 正Q电荷放在电容的一边 平行板电容的一边 另外一边是-Q电荷 那就等效于什么 等效于这个你把 木块从平衡位置 所以我们画一下 可能有一个平衡位置 在这个位置 平衡位置 往右边拉了一个位置 往右边拉了一个位移 这边往右拉一个位移 OK 那往右边拉了一个位移之后呢 就会有什么 就会有受力 所以它的执心就会感受到弹簧 往左边拉的一个力量 好 那当它往右边拉一个位移 我们说是最大的正幅的概念 比如往右拉了一个正幅A 那这时候呢 你就就发现到说 它的位移是最大的 那这时候就 木块就不动了 它速度为0 所以动能为0 那接下来下一步骤是什么 下一步骤它就往左边跑嘛 跑到它平衡位置的时候 你发现到说它速度是最大 那这个状况跟什么样 跟你电容上面的电荷 也都从正Q往负Q那边跑 然后最后这电荷 正Q电荷 负Q电荷 变成0的时候 你会得到电路里面的电流 是最大的 那电流最大的时候 其实你储存在 电感上面的能量是最大的 所以电感上的能量最大就好像动能一样 那在下一个步骤它就往左边 到达什么到达另外一个正幅位置 就是最大正幅位置 就往右A或往左A 都是到达正幅位置 那到达另外一个正幅位置 负Q电荷之间的互换 那在下一步骤它又往右边跑又 达到速度最大 那一样这时候正Q电荷 负Q电荷又变成0 完全转换成电流 只是电流方向又是反方向 因为接下来 因为接下来正电荷又跑到这里来嘛 就会重复这个步骤 所以就形成所谓的什么 所谓的减斜震荡 来回在那边做震荡 在下一步我们要把真实电路 它实际上应该会有一个电阻 把电阻加上去 加到LC震荡里面去 就像我们右上角画的这个图 除了电容电感以外 你实际上电路里面会有电阻 只是说很多时候电阻很小 所以你就看到这个震荡 好像跟LC震荡的理想值一样 它就一直来回震 震很久 其实它还是会有decay 好那一样我们就使用科学部定律 然后去写下它的什么 它的电压的概念 就是你跨过电感的话 你会损失电压 电位-LDITT 然后你跨过电容 会损失这个-Q除以C 你跨过电阻会损失IR 然后接下来把负号全部拿掉 然后再把电流换成什么 换成Q对时间的微分 那对电流微分就变成Q对时间微分为两次 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微分方程式 这是一个二阶的 就是最最高次是对时间微分为两次 所以我们叫做二阶的微分方程式 好那下一步就一样就是猜答案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gast solution 那刚好我们前面就有一步一步交代你 说你实际上可以假设它是一个 exponential function 那这时候这B如果它有负数的话 那它就会自然而然就会震荡 好 我们现在就是把拆的答案带进去 然后解B是多少 那带进去之后 你第一个微分为两次就调出B的平方 然后微分为一次调出一个B 然后没有微分就没有嘛 就是11分之1原本这个没有B 就乘上A1的BT而已 好再来把A1的BT把它整理起来 一样我们猜的答案如果是零 你当初我不要猜答案直接写零 所以A1的BT不能为零 那答案就是变成在刮乎里面要为零 那刮乎里面要为零的话就是解什么 解一元二次的这个方程式的根嘛 那根的话刚好二次的话你有公式解 所以这边的这个B就好像是X了 所以你可以想像是LX平方加上RX再加上C分之1 那大家都有贝它的什么它的根X等于2A2L分之 负B负R 所以在这边2L分之负R 然后正负根号什么B平方-4AC是R平方-4 倍的L除以C 那我们再把2L除进去啦 所以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有两个解 会有一个正的一个负的 那一般就是一个叫做B1 一个叫B2 B1可能就是正的那个解 那B2就是这个负的这个解 那你有两个答案 接下来你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我们线性代数的课程 就是要告诉你说 你有两个答案 然后这是两个线性独立的向量 所以它要做一个叠加 所以假设这个2L分之R的平方 刚好在根号里面减掉 这L1分之1 在根号里面的数字是大于0 那就很简单 它就开根号开出来 数字多少是多少 所以这时候的状况 我们叫做 Overdamped Ascelation 那它就两个答案 那两个答案 我们刚刚讲它就是线性的叠加 就直接把它加起来 然后有乘一个时间 这边都有乘一个时间 那B2的解放进去 B2就是负的2L分之R 减掉这根号 这根号里面是大于0 所以没有问题 乘上T 那这个状况底下就是所谓的 Overdamped Ascelation 然后你解出两个答案 一个B1一个B2 一个是负2L分之R 加根号这个内容 另外一个是负2L分之R 减掉根号这个内容 然后做线性叠加就是你的最后的答案 那这 因为它2G分之R 有两个未决定系数 一个A1 A2 所以这些都正常 好那 你去画图形 它就会得到蓝色这一条图了 就是它所谓的这个 Overdamped Ascelation 那下一张同影片会讲到 如果刚好R 乘以4L平方-L1 如果是等于0 这个东西如果等于0 我们叫做Critical Damped Ascelation 那会是这个 黄色的这个图了 好 所以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 你把这个 R 平方式 CL 平方-C -C分之1 开根号里面内容 如果万一它等于0的状况底下 把它分出来 那这时候我们叫做Critical Damped Ascelation 那这时候它的形式就 你找到一个解 因为本来有两个B1 B2 最后B1等于B2 所以 你找到这样的一个答案 就是 只有Exponential-RT-2L 这样的一个Decay的情形 那实际上 你在未来学文方式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它虽然是重更的 可是有另外一个答案 你将来就会学到 另外一个解 就是 再把原本的函数乘上一个T 然后另外 它一定有两个未决定系数 所以要变成 不能乘A1 乘上A2 这有两个 因为它有两个自由度 在星星代数里面都有交代 你可以去看一下 好 那比较有趣的是 它不是简单的Molotonic Decay 我们要看的是说 它会 还是会这样 还是会Ascelation 这个叫做Under Damped Ascelation 那这时候在开根号的内容里面 是怎样 是刚好小于0 那如果开根号内容里面 小于0 比如我们这个一般 遇到根号-10的话 那我们会怎么做呢 我们就很简单 把它变成 变成根号-1 然后再乘上根号-10 所以我们会 把根号-1 就提出去 意思就是说 我们把原本的内容 这个会把它乘上一个负号 变成一个 正的10 然后另外把那个-1的开根号 拿到外面去 叫做I 所以我们就按照 刚刚的这个概念 我们就把I提出来 然后把里面 把它倒过来 变成L 1-1-R²-4L² 把它倒过来而已 你这时候就得到两个解 一样是A1 然后1-RT-2L 然后再加上I 然后根号这内容成上T 另外一个解 就是一样就是线性叠加 两个未决定系数,然后两个解,把它先进叠加 那下一步你可以把它整理一下 会有一个是Molotonic Decay的函数 两个都一样,都有这一项 那你可以把它提到最外面去 所以你会得到一个1的-2L分子RT 那这个就是什么,我们所谓的Envelope 这是一个Decay的情形 那剩下的这两项做叠加 我们又回到前面讲,这两个 就是虚数 这边存虚数的Exponential函数 它实际上最后会变成一个 整理起来变成一个Sine函数或Cosine函数 就代表它会震荡 所以前面这是一个Envelope 慢慢Decay,就是正伏Decay 后面这个就是上下震荡 两个叠加起来就变成上下震荡 然后慢慢的减小的一个所谓的Underdamped 的Ocelation 好,把它整理写一下 然后另外,我们还有一个习惯上会把什么 把LC震荡 它有一个自然震荡频率 叫做定义成Omega0 就把这个根号LC分之一定义成Omega0 实际上LC分之一就可以卸成Omega0的平方 所以把这个可以卸成Omega0的平方 然后这边一样减掉R除2L平方 然后最后再乘上T 所以它因为你有damping 使得它震荡的频率会怎样 会离开你的原本LC震荡的频率 变成新的这个频率 所以这个是有原因的 因为有这个电阻的存在 R不为0 所以它就会频率 就会离开理想值 Omega0的值 好,那另外它有两个这个系数 刚刚是A1、A2 你可以把它整理起来后 就变成是一个是正辅 另外一个就是角度 这个我们在前面有大概讲了一下 好,所以你可以把Q of T 就把它写下来 就变成用这个Omega0平方 减掉这个R除2L平方 然后开根号 新的频率乘上时间 然后再加上角度 那你也可以再把Q of T做微分 就可以找到I of T 那左上角我们就画出它的什么 它的Decay Exponential Decay的Envelope 就是正辅 就是黄色跟绿色这两条 一个是正的,一个负的 我们就告诉你看Envelope 它是这个政府会是随时间Decay 第二点就是什么 它真正画出来的函数 这个整个函数行为是这个蓝色这一条 那你看到它就会上下震荡 然后它的政府越来越震越小 这个就是我们很有名的 叫做Under Damped Acceleration 那它的这个行为跟什么一样 它就跟我们从前所讲的 如果你把一个弹簧下面系一个木块 对不对 然后把这个木块放在什么 放在液体里面 放在液体里面 那这时候呢 这个它就会受到什么 受到阻力 那这阻力刚好 如果是液体里面阻力是什么 阻力是我们写个FB好了 阻力 就等于负得B层上速度的一次方 所以你最后写出来维员方程式 它会等于什么 它会受力是-Kx 再减掉Bb 就会造成什么 造成你的加速度 MA 就是力量 就是外力 造成你的物体 受力的行为 产生加速度 所以它整理起来也是一样 它是M乘上什么 D平方X DT平方 再加上 B层上DX DT 再加上这个Kx 等于0 那这就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 这个RLC电路的文方程式 长得一模一样 所以这两个系统 是用完全相同的数学 所以你可以再 把前面所学到的这个 这个观念 解决问题的方法 也一样可以用在这RLC的电路上 所以前面我们已经把基本概念讲完 就是一开始我们提到说 质感怎么算 护感怎么算 然后后面我们就提到 把电感放到电路里面 那搭配其他的电子元件 像电容跟电阻就形成LC电路 或者RLC电路嘛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利用这些基本概念 我们要 计算一些 example 一些立体 那这个立体其实很简单 它就叫我们算质感 那算质感 我们前面也提到很简单 就是 你先假设 这个电线里面流过电流I 然后因为电流I 产生磁场B嘛 那B就可以算出来 然后磁场B经过这个一个面积 就有一个磁通量 然后最后再把磁通量里面电流拿掉 就除以I 你就可以找到质感的大小 我们看这个题目说 model a long coaxial cable 就是说你把这个长的这个同轴阑线 把它把它视为 用一个模型去怎样去表示它吗 model它 那我们用什么模型 它用2 thin concentric cylindrical conducting shell 用两个金属的柱状壳 那柱状壳 就是内部的里面的这个电线 我们就用它的柱状壳是半径A的 比较小 那外面 一般外面的接地 接地的导体部分 我们就假设它是一个金属柱状壳 半径是B 然后它们当然是同轴 然后另外这个 先假设这个同轴阑线的长度是L 那 the conducting shell carry the same current 里面当然是送电流I 外面整个也是流反方向的电流I 所以最后这个才会讲 才会是这个电中性 一个里面电流I 外面 shell 外面电流也是 总电流是I 所以流去就会流回来 那一般正常想法就是外面是接地 当然跟这个里面I 外面I是一样 只是外面我们通常会接地 那接下来请你去计算一下 Calculate inductance 这就是质感 L of this cable 那你接下来就是 我们右边的画图了 就是我们的 内部的这个导体的 这个圆柱形导体 它的半径是A 所以里面这个是A 我们稍微画一下一个半径是A 然后外面这个导体 它的半径是B 然后呢它的长度是L 所以这边有个长度是L 然后它流通流过去的电流 里面我们假设向上流电流I 外面就是整个向下 就是电流 总电流是I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磁场 这时候 当里面有电流向上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 绕圈圈一圈的磁场 那你要算磁动量要找出一个面积 所以你看到我们特地画一个面积 这面积刚好就从半径A 到达半径B的这个 这个半径的方向 然后它另外一个边长就是L的方向 然后再从半径B 回到半径A的方向 然后又是L长度的方向 那在这个面上面就会有什么 就会有磁通量 所以下一步我们就要算磁通量 所以概念很简单 假设I在什么 在里面的这个导体上面流 然后接下来的磁场B 会是多少呢 那很简单 你可以用安培定律 就前面我们学到过 如果说中间有一个金属线有电流I 那你就可以假设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安培 安培路径嘛 所以你就会算2πR乘上B 就等于什么 等于μ0I 所以你就找到磁场大小是多少 这磁场可以算出来 所以B等于2πR分之 μ0I那么简单就找到 那下一步呢 我们就去算什么 算这个面积上 我们刚刚有讲这个面积 就是半径从A到B 然后L长度 然后再半径从B到A 这样的一个框框里面 我们再把这个框框稍微画一下 框框 用黄色画一下 框框 这个框框就是 这里面我们要算什么 算它的磁通量是多少 所以它有一个方向是R方向 那个方向叫积分 另外一个方向是L方向 它刚好就乘上L就可以 所以下一步我就要算什么 这个磁场乘上面积 那面积有一个是R方向的话 你要做积分 L方向的话 你就是直接乘上L就可以 所以L方向就乘L 那R方向就是对DR 然后做累积加总 半径A到B 那这个很简单嘛 其他都是常数 所以它只有R分之DR R分之DR的积分 A到B 那这R分之DR就是任Pattern嘛 你看这R分之DR就是X分之DX 它答案就是LNX 所以这LNR的结果 所以答案就会变成LNR 然后再把上下边界把它带进去一个A到B 所以就是LNB-LNA 所以LNB-A 其他都是常数造超 2π分之μ0IL 都常数 所以最后再把电流拿掉 拿掉以后就变成电感是2π分之μ0LLNB-A 带到B-A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LNB-A